真是好心情的 难道有些会儿出来溜达一会儿 杜兄应该没机会出来吧 真是好景啊 房大人应该都没机会欣赏到吧 回头给他画两幅画带回去 都是偷溜出来的 这地下应该不知道吧 杜兄不要担心的 你不说我不说 没人会知道的 那既如此 不妨咱在这芙蓉园里面畅游一番 一起去享受这春季最后一个节气 所带来的惬意吧 好啊 那您请 您请 不不不您请 您请 你走一下 您请 秦明断血 谷雨断霜 这气温越来越高了 看来真的是春天即将落幕 夏天就要来临 老兄 这在南方的谷雨时节 此时已经是阳花落进紫龟提的景象了 借着这家景我们一块来说几句描写古语时节的诗句如何 如此甚好啊 为之东郭清明酒和四西窗古语茶 清明酒古语茶 杜兄对哪儿杜兄对哪儿杜兄对哪儿杜兄对哪个更感兴趣呢 两者我都爱 昨日春风期不在旧床吹落独藏书 像你我二人这种热爱生活的人走到哪儿都是一片美丽的景象呀 杜兄 我们俩要不换个话题吧 您说 你看 这一猴平是生 古语时节到来了 雨水慢慢增多 这江河的浮平又开始生长 二猴明鸠浮起雨 这不孤鸟的啼叫 这时代提示农家该播种了 三猴代圣降于桑 降落在山处上 密实的戴圣鸟也频频出现 生生催我极重骨 人家向田 不归宿 这古语 由雨生白骨之名 也是春天的最后一个回眸 你我二人能欣赏此番景色 那也真是一种幸运 你要是真想看 等到下次上次节的时候 我再带你偷偷溜出来 你瞎说什么呢 你偷溜 我这出来 我是去陛下排忧解难的 你这人 跟你没法呆来 你这事 你等等我 你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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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